本周獅頭開會小冷盤 本集是第56集 也就是小破劉福豪的背號 大家對他最有印象的應該就是在雅池大賽中 天天三分炮的印象 那麼這集就來猜猜看 劉福豪生涯出現過幾支三分炮 今天的冷知識大家想想看 答案在節目最後公布 頭頭是道 Let's go 頭頭是道 猛獅戰報 光頭給你報一報 大家好 我光頭了 歡迎來到頭頭是道 上周小小偷懶了一下 讓紫節目一起幫我完成上一集的節目 再次謝謝 紫節目的所有的主持人 各位 大大的幫忙 光頭感激不已 心中有如滔滔江水 這個太多了 真心感謝 最近因為真的 工作上的事情有點多 公司同事也有人確診 所以就要幫忙分擔一些事務 再加上一周前一周的話 因為下雨還有一些疫情的關係 所以 我們同意也沒有賽事 所以就請大家幫忙了一下 這周節目就我再次上陣 Let's go 好 我們來到猛獅戰報 在上一周 我們的 成績是 五战里面有四胜 那我们就一场一场来看 那在第一战 罗王再次好投 全场整个大水椅飞来飞去 但是他还是投出了七局8K 没有保送11分的好投 那再加上八上拿了两分 也让罗王拿下了本期的第五胜 也是五连胜 那在比赛的隔天 也公布了五月份的单场MV 单月的MVP 也是由罗王拿下 那这是我们在主节目上也有聊到 那到了第二战 赛前就传出比较不好的消息 就是罗刹被解约的消息 主要还是在腿部伤势 没有办法短期的复原 那我是觉得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洋将始终是需要即时性的 那没有办法又站着一个名额仰着 虽然来的时间很短 但是我想大家对他的印象 一定是非常深刻 尤其在休息室的气氛 算是一个气氛大师 那这也让我想到 我们之前有请过的另外命洋将 菲利斯也是一开始带给球队一个很大的效益 结果一个自打球 先是一个插棒自打 他还想继续撑 就下一球又来一个自打 救救伤了骨头 那也无奈打了五场比赛就说拜拜 那罗刹的话 其实也出赛四场而已 但这四场比赛 总共带来的打击率有三成五七 长打率更是恐怖的七成一四 那上累率是点三五七 打出了一支全雷打 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场 但是带来的活力也是相当惊人 好那我们回到了第二战 一开局就拿了四分 七上 郑凯文生涯 首次的带打全雷打 那也是本季的首轰 那郑凯文这几年 坦白说因为三鬼 占据了整个外野的席次 大家其实蛮期待 他是一个可以上来成为 四号外野的诱打的打者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比较忙一点 我是觉得如果他今年真的再没有表现 确实是对他的生涯是有点危险 那不过 看起来这几场比赛 这周打下来 看起来他的整个contact 有进步蛮多的 刚刚有讲 我们是希望他朝一个 3-2 outcome的打者来发展 那如果他可以增加一点contact 这样本身够有力量的时候 我相信破坏率就会 就会明显的成长了 好那也希望说郑凯文 今年能够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不要只像疫情的那一年 就一个昙花一现 打出了全世界的守候 之后就消失匿迹了 那算是三鬼要付出的钱的 这个短短的时间 可以再次发挥他的整个打击能力 那这场比赛动用了六名投手 最后以6-3拿下胜利 胡志伟拿下了本季的第四胜 不过这场打完有个不好消息 就是新增了一个新的商兵 林子豪 那这次是因为倒壘造成右腿的拉伤 不过据说是轻微拉伤 那就希望他赶快可以归队了 来到了天母的龙龙三联战 这三场其实打得很胶着 首场古龄好投 七局9K没有保送 没有失分 这是他个人生涯第二次投到第七局 单场九个夺三阵 也是个人的先发的单场新高 那原本他最高纪录是单场7K 拿下了本季的第三胜 也是本季的第二次的单场MVP 来到了第二战 布雷克算是投的也很精彩 六局2K 102分只有1分自责 不过65球之后就下场休息了 赛后是说 脚步有一点点不适 所以就先换下去休息了 但是本场的打击就有点熄火了 全场只有四只安打拿下了2分 最后吃了锅贴 那一二场打击下来的所有得点圈打击 都没有打出安打 也照就虽然拿下了一胜一败 但是坦白说第二场是输得有点可惜 那第三战的话 本来我觉得应该不用打得这么辛苦 那由于这个赛前江城彦的确诊 所以这场比赛就改成 邀杰宏的本季的首次先发 那表现得还不错 五局被打四安 两个保重1K失2分 那可惜 都督上来也没有守住 那都督本来有机会拿下148胜的 但是因为柯瑞的本周 上一周出赛了四场比赛 那控球很明显的不是很精准 那也丢掉了都督的148胜 那最后是靠四野的全力打 2分打击全力打 才拿下了胜利 那为什么说这场比赛不用打得这么辛苦 才对 因为龙队全场发生了六次的失误 所以应该是要多多把握这个机会 轻松的拿下才是 那本场比赛算是 上次都督因为投到一半嘛 就伤退 所以再次再次付出 那也把上次有机会 可以投到的生涯 第三万球终于投出来了 那这个第三万球的 球是六局下半对上曾陶龙 一个外角的好球 这个也是史上最多 联盟史上最多 那生涯投过两万球的球员有谁呢 除了嘟嘟嘟的三万球之外 接下来是 勇壮的24482颗球 之后是阿草谢长亨 22123球 另外罗利是现役哦 他目前是投到了 21964球 那看起来要离三万 还有一些距离啦 应该是 要达成的几率应该蛮难的 那接下来是高健三的 21253球 那再来就是杨建福的 20499球啦 那这一周 上一周的话 拿下了四胜 我们第二十胜到手了 那也和乐天剩下 一点五场的胜差啦 就可以再加油一下 追过去了 红烧四十投部分 上周的投打MVP 投手我就给鼓琳啦 七局9K 没有保送 没有十分 这是个人生涯的第二次投到第七局 单场9K也是个人生涯的先发 单场新高哦 那打者的话 给潘杰凯 潘杰凯整体的OPS 到达了1.243哦 那梁思义有部分哦 罗昂也是表现相当精彩啦 七局8K没有保送 失了一分 那另外四野跟 李承林 OPS分别是 1.172跟 1.150哦 都是表现相当优秀啦 那思义不失之上周 表现不佳的球员 投手我就不给了 因为我认为 上周投手表现 都算是 还算是出色啦 那打者部分哦 村长跟陈重庭 继续是第一名哦 他们OPS分别是 1.251还有1.143 那就希望他们赶快 可以把这个手感恢复啦 好 来到了 失裂战场哦 本周是要先打个 台南的一场 那在我们录音的当下哦 也正好在台南 对上了桃园 热天桃园队啦 那这场是个补赛啦 那接着在周三的 到周五的比赛 会到了新庄 对上邦邦 最后周六再回到桃园 对上热天桃园队 如果这周好好打的话 是有机会冲上第一名啦 好 那就在我们刚刚录音 玩的当下哦 我们也赢下了 台南第一场比赛 最后胡志伟 拿下了圣头 以2比1击败了热天桃园队 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目前我们战绩是这样 21胜 14败两合 6成的胜率 刚好6成 跟热天桃园 有0.5场的胜差而已哦 所以接下来 还是有机会 持续往上走啦 就希望我们 继续加油啦 好来解答一下 尸头开胃桥冷盘啦 本集是第56集哦 也就是小破刘福豪的背号 大家对他最有印象的 应该就是 雅之大赛中 天天三分炮的印象 我们这集就来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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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过一支 是在2015年 对上义大 从罗佳人手中 打出了两分打点的 战监拳雷达 场内拳雷达他有打过 2010年 在澄清湖对上 Lamingo的雷克斯 这是一个 两分打点的场内拳雷达 至于手打席拳雷达的话 他出现过五支 分别是 对Lamingo 对中英兄弟 夜丁仁被打了两次 接下来就是 汉蒙 郑奇红 所以他这一年 就打了四支 五支 五支的手打席拳雷达 都在这一年打的 好 那还有一个代打拳雷达 总共打了三支 分别是在2014年 对上中英兄弟的 塔玛斯 打了两分打点 代打拳雷达 那2016年 对上义大 面对尼弗德的时候 打出了两分打点 的代打拳雷达 那这也是他生涯的 一百轰 那接着下来的话 是2016年 对上Lamingo的 正程号 也是一支代打的拳雷达 好了 那这就是本周的 诗头开胃小人们 那最近战机看起来 相当不错 很有机会在这周的话 可以一举攻顶 我们就期望我们 这群小师们 能够继续努力加油 好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拜拜 大圣诗后 Rose Lions 大圣诗后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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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la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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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la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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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